好的 接下來我要給大家看到 這是我剛剛是以香味來分 那接下來口腔還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平常你如果不方便隨身攜帶那個漱口水的話 大家可以用那個口氣放香氣 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我之前有介紹給大家有 就是檸檬的啊 有薄荷的 它這次有一些比較特別的香味出現了 然後所以我都會定期去買 然後放在化妝包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也是化妝的一部分 你看喔 這個是梅子的香味 很很可愛齁 梅子的香味你這樣噴一噴 它也不會太刺激太涼 你大概噴個兩下到三下 然後可以噴在你的上額這個地方 或是舌頭 在舌頭味道比較容易不見 你可以噴在牙齒裡面這裡 這個地方 那香味就會比較持久一點 這個地方 然後香味就會比較持久一點 然後噴個兩到三下 然後就是香香的 就不用一天到晚一直攪口香糖 攪口香糖給你的感覺就會有一點點 不太禮包的感覺 或者是這個雞肉會變大 那如果你吃涼涼糖的話感覺又有熱量 所以大家可以用口氣芳香器來使用 這個是佛手乾的 哇 這是佛手乾 我都已經掉在地上 沒關係要介紹完 這是佛手乾的也很特別齁 這個好像也是新口味 這個我之前沒有看到過 也很可愛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口氣芳香的時候 也可以多增加一點果香 很好玩哦 好 接下來呢 講完了口氣清醒之後 接下來我要帶給大家的是 牙齒美白的部分了 因為我之前跟丁曉晴去做活動的時候 我們接了好幾檔活動了 然後 每次啊 比如說我們一天有三場活動 長一場之間他都一定要去刷牙 其實我每天也有攜帶刷牙的東西 只是我沒有像他這麼勤勞 我可能是喝完咖啡才會刷 可是他是每一場吃完東西都要刷牙 因為他刷得非常勤勞 然後這個是我 我自己隨身攜帶刷牙的東西 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你看 我所使用的是這個 因為他的刷頭 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套子套住 你放在包包裡就不會髒掉 而且上面都是洞 所以你刷完你趕時間 你就直接放進去 他就 那些水氣就可以從這邊散出來 然後這裡上面也有洞 收納的 然後打開來裡面有 牙膏 旅行組 我都一直帶著這個 然後在包包裡 然後這樣一起放進去 超方便的 你可以放在辦公室裡面 或是放在 像我一樣隨身攜帶包包 不會很重 然後啊 每次丁曉晴啊 在刷牙的時候啊 他刷刷刷刷 蠻嘴都是泡泡這樣 然後我問你在旁邊刷牙 刷完之後啊 我就進去上廁所 他還在刷 我出來的時候他還在刷 他都是這樣蠻嘴泡泡 一直跟我講話 說我啊 等一下在那邊就是蠻嘴 因為我都只做表面工夫 這是紮牙齒 外圍 讓人家拍照起來 沒有那麼難看而已 它是整個刷得很乾淨之外 還非常非常的徹底 所以我覺得這種女生真的是 哇 真的是 從裡到外 全部都是乾乾淨淨的感覺 好的 另外給大家看 除了平常大家可以用一些美白牙膏之外 我自己平常在用的是這個 它是一周一回 一周一回 那就有點像是臉部去角質一樣 你要把你牙齒上面的一些髒東西 也徹底去除掉 但是由於它比較強力的關係 所以一周一次就好了 就跟我們平常去角質一樣 是比較強力的 這個 這個我跟大家說一下 我用完之後好了 用完之後啊 我覺得它比我們平常刷牙 還可以讓牙齒更白 因為我是超級咖啡愛好者 它可以讓我平常牙齒白 我自己預估啦 不是很準 我預估大概可以白個十分之三 就是它 哇 有變白 可是又沒有一下子變很白 那一下變很白又太可怕 是大概十分之三到十分之四 我自己覺得 真是有明顯 比我平常的牙齒還要白 這樣 好的 牙齒白的藝人還有誰呢 我覺得 迪茵 迪茵姐的牙齒超白 它超明顯 牙齒又很長 頭髮有黑型的牙齒很白 讓人家就覺得 哇 這個女生感覺就是很白一些 所以夏天啊 要美白 不是遮臉而已哦 牙齒要做美白 然後這是每天都可以用的 然後我用 我用的是這個 因為它有維他命E 它可以促進牙齦的血液循環 然後讓牙齒更健康 就這樣幾天 它是平常每天就可以使用的 淡淡的薄荷香味 所以它不會很刺激 就照平常刷牙的程序來使用它就可以 這兩個是美白牙膏 另外要跟大家說的是這個 這是我從我們家帶來的 我們家一直都用這個 因為啊 我哥哥啊 跟我跟我姐姐 臉上都會長一些小小痘痘 然後我們都會看皮膚科醫生 醫生跟我們說 嗯 你要用不含浮的牙膏 因為浮啊 在你的嘴巴裡面刷牙的時候 它會影響到你嘴巴周圍 刺激到會長痘痘 所以我們家都是 就是我哥哥專門都是用這個 然後我爸爸是用黑色的人的牙膏 然後我自己是用有味道的 小女生都是用比較可愛的 然後我有時候會用到我哥哥這個 這是鹹鹹的 這樣 有點像 就像它裡面有鹽巴 所以就是鹹鹹的這樣 然後 很好玩 像是吃東西 可是確實還滿乾淨 它是不含浮的 所以啊 嗯 你比較容易長痘痘的人 也可以用這個 很奇特齁 大家不知道 原來長痘痘痘痘肌的人 選牙膏要注意 這也是皮膚科醫生告訴我的 所以大家可以選這種 就是鹽巴類的 比較不含浮的成分 可能沒有那麼重的 這樣比較不會刺激到你的嘴巴 你的皮膚才不會讓痘痘產生哦 好的 提供給大家 希望呢 可以讓大家嘴巴從口氣 到外觀都是乾乾淨淨 非常清香 然後很受到歡迎 讓人家越來越想靠氣 不會說 你好 然後馬上就把別人推走 尤其當Sales的時候啊 我跟我姐姐去買衣服的時候 我們都喜歡自己跳 我不喜歡Sales來跟我們聊天 因為他們都會說 你喜歡什麼呢 然後我跟我姐姐就 我們自己看就可以了 然後就走掉了 所以口氣要好的話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人員 跟那個人際關係 也可以大大增長哦 好 那今天介紹到這邊 配連配票時間 明天見 拜拜